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慧珍同志 江建国同志 谁慧珍同志 好疼 妈 你吓死我了 你还知道害怕啊 你是没长胡子 长了胡子你比李逵胆大 你坐这儿干吗呢 等你呢 那我刚才回来怎么没看见你啊 我等你半天了 说 昨晚去哪儿了 大姑娘家家的夜不归宿 让你爸知道了看她怎么收拾你 一身的酒气 妈 我去喝了一啾啾一啾啾 不信你闻 怎么那么大的味啊 你喝了多少啊 闻着都醉了 那不是蒋美美过生日吗 大家一高兴 不如就喝了一桶香 腿放开 我爸知道了 你说呢 不是吧 妈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那少来这个 你爸要知道了 现在就在医院抢救了 被你活活气死 仗义 我就知道我妈最深明大意了 那我先洗澡去了 坐下 谁让你走的 你问题还没交代完呢 我还交代什么呀 你不都说了吗 甘美美过生日呢 你要是没事 你干吗关机呀 妈 这手机关机呢 不就是没电了吗 那 那照你那意思 这手机关机 就是跑去干坏事去了 你可真懂 干吗 把甘美美电话给我 我问她去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干吗呀 你怎么那么不信任我呢 真是 甘美美是谁呀 甘美美是一大嘴巴 她要是知道了 那全国司徒师 不就都知道了吗 就因为我一晚上没回来 您就到处打电话求证 这显得好像我每天在外面忽来一样 那我还怎么混啊 丢丢人 你还先丢人呢 那么大丫头了 一天天地跟一群人瞎疯 你能这么疯一辈子吗 也不正让静怡找一男朋友 那照您这么说 我要找一男朋友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业部归宿了 你敢 不敢不敢 我给您开玩笑呢 妈妈 那我先洗澡去了啊 等会儿 我话还没说完呢 洗完澡再说 什么 烟味 酒味 香水味 谁的 不是 什么呀这是 你知道了 真的 这什么呀 什么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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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真的假的 我哪知道那是谁的呀 假的你还这么得意 你都快三十的人了 连个正儿八经的女朋友都没有 你对得起你姐吗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姐 我怎么没有啊 我怎么没有 在你威逼利诱之下 我不是谈过一个吗 那算吗 不算吗 那一看就是一个 四流不懂的丫头骗子 连城里户口都没有 我说郑爷同学 多跟你姐出去相相亲 好好找一个女朋友 别有事没事 就跟你那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 没意思 我都没当舅舅呢 我哪敢结啊 你还敢我身上扯 你不想混了你 再说了 我还有冯乐 在美丽坚和中国等我呢 冯乐 你快拉倒吧 他靠谱吗 他不靠谱吗 他不靠谱吗 靠谱 太靠谱了 他在美丽坚和中国五年了 杳无音讯 多靠谱啊 我就不懂了姐 到底是冯乐在忽悠你啊 还是你在忽悠我们呢 你再胡说八道 我撕了你的脸 谁都太杳无音讯了 我们俩天天邮件往来 你又不是没看到 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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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行吗 让我就洗个澡回来咱们再聊啊 回来 那是什么 手机 钥匙钱包啊 还缺什么没有 没缺啊 把手拿出来 快点 翻过来 表呢 对啊姐 我表呢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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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你玩呢 我想起来了 我那块表啊 昨天 要在公司洗手的时候 我摘了放在抽屉里了 结果呢 我一出来的时候 接了刘总的电话 我就急忙的 我就去刘总那儿的 哎呦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就就就 就在公司筹子里呢 公司筹子里呢 公司筹子里 我告诉你啊 卷宜 那块僵尸单顿 我知道 是你花了三个月的工资 给我买的 让我上班有面 对不对 别碰我啊 放心吧 姐 我把什么丢了 我也不能把你送我的 僵尸单顿的表给丢了呀 对不对 多贵重的呀 放心吧 不能丢 知道就好 你要敢丢了就块表啊 我先丢了你 就好 好 恩 Airbnb 喂 妈 天兰 我问你啊 茉莉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那个 单卖的小饼干 就是蓝色铁盒的那种 对啊 我正好在超市呢 我给她买两个 什么事有时间 回来拿一下 妈 昨天我没回去 爸是不是特神奇啊 没事的 你放心吧 要不今天我带茉莉 回去看看你和爸爸 好啊 正好你爸昨天钓的鱼 还没烧呢 中午我带茉莉 回来吃午饭 茉莉上钢琴课呢 等她下课了 我带她回去 好 妈 我电话进来了 不跟你说了 就这样 喂 朱老师 茉莉妈妈 今天茉莉怎么没来上钢琴课呀 茉莉没来上课 怎么回这儿 老师说茉莉根本就没进过刑房啊 孩子去哪儿了 不可能啊 不 我今天就给送到这儿的呀 你就送到这儿 你不知道给她送到教室去啊 你赶得投胎去你 这统共没有一百米 我再停车再送去 多麻烦你 你知不知道 韩君在这儿一百米之间 就被拐跑了 行了 你别危险耸听 赶紧找孩子要进 你干吗 报警啊干吗 咱自己先找 找不着再报警 那你还愣着干吗 找去 快点 大懒子 那个 你让茉莉 吃完饭的写作业啊 茉莉还没回来呢 不是你去接的吗 我 我忘了 没事吧 没事了 好嘞 好嘞 再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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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怀茉莉的时候 大夫说这孩子发育指标低 坚持怀孕会有危险 可为了让你妈早点抱过孙女 我拼了命能把这孩子抱住 是茉莉的时候我难产 大叔血擦点死在手术台上 可那时候你在哪儿 在外地出差 陪客户吃饭喝酒 屋里生下来体质就不好 缺感 整宿哭闹着睡不着 非得让我抱着她睡 我就没日没夜地抱着哄着她 就是我抱着抱着 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你们啊 要不就喝醉了回来 要不就嫌我孟女俩吵着你睡觉呢 带茉莉你真人一个手之后终于帮我吧 你以为我愿意老这么出去喝去啊 是 你生茉莉大出血我 我也心疼 我也出血啊 我几次喝得未出血住院 我为什么呀 不就为了能多挣点钱为这家好吗 不是为这家 是为你妈 你妈 就因为茉莉不是个男孩 不能像你妈说的那样 给你们家传宗接代 你就这么不带着她 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 非让你给我们家传宗接代了 哪句话说了 我说过 你心里就这么想的 要不然你干吗不让我告诉你妈 我身外茉莉难成 我就不能再怀疑了 你让我一瞒就瞒了八年 这八年我怎么过得你这种 刘短鹏 刘短鹏 你就不是个男人 所以你怎么说吧小姐本 我跟你说 我要真想跟你离婚 我八年前就跟你离了 还要等到现在 我那时踏踏实实 我找一年轻的 估计现在儿子都能打酱油了 好啊 刘短鹏 你终于说实话了 你天天盼着我跟你提离婚吧 现在好了 茉莉丢了 你什么负担都没有了 怎么我就没负担啊 那也是我女儿 我跟你说 我对她的爱不比你少 真言说瞎话 你不怕被雷批啊 我为了茉莉 我可以工作都不要 再用你一点时间 你把她送到秦房 那就不会丢了 你有完没完 跟你没完 我跟你说了丢不了 茉莉要真丢了 我这辈子我都不原谅你 真丢了我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你原谅你什么呀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孩子丢了 连报警都不让报 你没够二十四小时 你没够二十四小时啊 我没够二十四小时啊 我没 人根本不管 茉莉 你跑哪儿去了 你知不知道妈妈到处找你啊 你别以为不说话就行了 我跟你妈到处找 就差报警了 你刚去哪儿了 我就在这里的图书馆看书 为什么不上钢琴课 说呀 你妈问你话呢 又是因为打架这事啊 打架 宝贝 谁打你了 伤着没有 你跟爸爸说 谁打你了 快说 你 装什么大好人 打架不是因为你啊 怎么打架就因为我了 你自己做什么事 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做什么了 小孩打架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妈妈 你们别吵架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们回家吧 回家 不是 你等等 你干吗 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怎么就因为我打架了 要不是因为你昨天 没来接茉莉 茉莉就不会被她的同学 笑话她没有爸爸 她就不会跟别人打架 就你这种疤 有还真不如没有 她的太多了 是她的太多了 她的太多了 她的太多了 他说有可能 你往好处想想 不是这是咱们那些男孩吗 那谁这样怎么说的 他当然不能直说 他换你妈妈这意思就是 他当然带不住我贫血了 贫血呢 那咱补血呢 你熬澡粥 那贫奶奶不来 他跟你小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你看那个皮子那个小眼睛 你说这个逼超也太不靠谱了 做来做去说是个孙子孙子 结果一生出来变成一个孙女呢 孙女也好也可以 但是我准备的孩子的衣服到十岁 都是男孩的 所以啊您俩那生个男孩 你听见没有 不着急啊 我跟天南东年轻 有的是机会 是是是是是 孙女也好 但是还是要给我生个孙子啊 你给我站好 刚才爸爸在 我不跟你计较 现在你跟我说清楚 怎么回事 妈妈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说 我能不生气吗 今天为什么不上钢琴课 我不喜欢学钢琴了 我以后都不想上钢琴课 茉莉 当初是不是你说 你自己喜欢钢琴 妈妈才让你上的 上了还不到一年多 你不想上了 学习还有没有恒心 我不管 反正我以后都不想去了 你跟谁学这么教 可以这么跟妈妈说话吗 你知不知道学这个钢琴有多难 那么多报名的小朋友 一个季度开一次班 一个半才教十个学生 你说你想学 妈妈去求这个告那个 终于上了少年功了 你说你不想学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过来 你不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吗 上课认真听课 放学早早回家 妈妈一直都以茉莉为骄傲 可你现在怎么学会骗妈妈 还学会逃课 妈妈每天那么辛苦地出去找工作为了谁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妈妈 我就是不想让你那么辛苦地赚钱 还要拿钱出来给我写高级 我知道你工作累 我也知道你们有很多钱 你要照顾我 还有工作 再不容易了 你看 你看 你今天要加钢琴课的学费 好贵呀 你以前是我不懂事 上次要学钢琴 你带我懂事了 我不学了 我不想让妈妈那么累 对 其实今天早晨 我可慢慢要钱来着 但是 她问我要钱干什么 我又不敢 告诉她 是你们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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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对不起 妈妈错怪茉莉了 茉莉长大了 茉莉会体验妈妈了 可是妈妈不是告诉过你 爸爸和妈妈的事 是大人的事 不要想那么多 妈妈会给你准备好钱的 知道吗 妈妈也不哭 答应妈妈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告诉妈妈 妈妈不光想当你的依靠 也想当你的好朋友啊 来 来 好了 不哭的 今晚要电话 来 喂 妈 天兰 茉莉下课了吗 你们什么时候过来啊 我这临时有点事 走不开啊 有事 要紧吗 就又跟刘展峰吵了一架 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 我这个人你不知道 我们往里上藏不住事 妈又回去 爸肯定又 行 不过来就不过来吧 这个吃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你爸那边我告诉他 没关系 不来就不来 怎么着 说不来就不来了 爸 我不是你爸 我也不敢当你爸 你把你爸和你妈当什么人了 爸 您跟我把话说完呀 说什么呀 你还说什么呀 说来吃饭不来吃饭 你说这就多少次了 江天岚让我告诉你 你来吃饭不求着你 爱来不来 什么呀 我就白养这个女儿了 你都不让人家说话 人家不是说有事吗 他能有什么事啊 除了带孩子做饭 他能有什么事啊 每次来吃饭吧 催三催四催三催四 都是你跟他惯的 臭毛病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当爹的 你跟女儿有仇啊 也没见过你这样当妈的 这个天岚从小你就护着她 咳不得碰不得 咳不得碰不得 沈老师 你是搞教育工作的 你不知道慈母多败儿啊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江天国 干吗呀 干吗呀 吵死了 天岚又够东地火了 他吃不吃饭 吃吃吃吃吃 吃什么饭哪吃 气得气饱 爸 你晚上吃什么呀 鱼在锅里我得喂你啊 不是 我招谁惹谁了 我自己吃 并不着急喂 沈老师 我能进来的 谁能玩得住你啊 沈老师 他江泉国同学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怎么能惹你生气呢 来 我替他向你侦查认错 妈 喝点茶喝点茶 来来来来 给个面子 妈 我给你按摩按摩 舒服不 你说 妈是不是错了 我真的对你姐很偏心啊 关于这个问题啊 妈 你说你从小就只会对我凶 那对我姐呀是连句重话都不敢说呀 不是 你是你 可是我呢 我一点都不吃醋 我知道 你呢 是心疼我姐从小没了亲妈 你对她好 是想弥补她缺失的母爱 这都说后妈难当 可是我觉得你做得特别棒 反正我呀 一直把你姐当成亲闺女 我就是替她着急替她担心 你说你姐那么要强 她现在一个人带着茉莉 住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行了 妈你别愁了 就我姐那脾气 你能来她怎么着呀 她都知道可以了 这真的 我真的觉得有点有点有点郑 她现在觉得有点都有 她只是在买几只公司 她们不靠近 我感觉有点重症 她说她不靠近 她不靠近 可可可 我真干不了这事 我 我怕 怕 你怕什么 你怕什么你怕 不是 你 你 摸我的心跳 麦泵 雪阳 你没看门口牌子上写的 今天停止营业装修这几个字啊 没人 你快去 你 宛哥 你有些力气推我 你 我自己去 废话 我怕 我也怕 好 我也怕 让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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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去 大哥 你踢柱子上啊 我踢柱子上 你疼个屁啊 你疼个屁啊 打我 我走了 去去去 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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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手上 手上 不忍气 不忍气 乖乖乖乖啊 这样这样 你啊 帮我去问 我晚上请你吃 手上 不 全羊 不够 海鲜 你说的 我说的 不骗我 闭闭闭 早说嘛 你有 说起我吓一动 我绝对给你问的清清楚楚 这么简单一声 我去了 去吧 走你 大哥 为什么 我 我给你问回 这边 来 来 来 先生 先生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先生 贵宾接待 贵宾 我找的就是你 我昨天晚上住你们楼上的客房 我今天早上走得特别急 我有一块表就特贵一表 我掉在房间里面了 我想您帮我找一下 您昨晚住的是几毫房间 七四五 稍等我帮您查一下 好 先生 那个房间是为女士订的 她 对 女的 对 那个我是她女朋友 我是她女朋友 什么 不 她是我女朋友 我麻烦您帮我查一下吧 我 帮我忙 帮我忙 客房部 客房部 今天上午打扫卫生的时候 西四五房间 有没有捡到一块手表 没有 没有 我听见了 我 您确定是丢在我们这里吗 我确定啊 我昨天晚上我休息的时候 我就放下来 我就放在床头柜上 我 那个把订房那女士的联系方式 你 您 您 对不起先生 我们不能泄露客户的信息 您不是说她是你女朋友吗 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我昨天刚认识她 刚认识就开房 管了啥吗你 怎么 怎么 走啊 走啊 对不起 小蒋 你是不是在盛中考虑一下 一直以来你在公司的表现 是非常优秀 领导也很看重 我跟你说句实话 下一批的升职名单当中就用 你现在提出辞职 是不是太可惜了 谢谢您 王总监 我一起加好 警察结果出来了 难产的时候受到了感染 你现在的一些手段 恐怕你再怀疑的几率很低 王总监 这个不好说 我只能说希望很渺茫 您的意思是说 再也坏不上了什么 差不多吧 你听我的 这件事千万别跟我妈说 这怎么难啊 没听你妈说吗 还想要孙子 你妈能住 我看一步吧 这事如果告诉我妈的话 她一定得闹翻天 咱俩的日子就彻底过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我求你了 咱俩的船 早 早 早 干吗呢 练君子呢 出事了 什么事啊 这一期杂志 罗总公司投放的广告上不去了 为什么呀 唯有版面了 不可能 不是早包上去了吗 而且 就是 就是文运版面啊 我忘了天内部工作单呢 啥啥 你说你这脑袋是被驴踢了吗 你就不能干点人事啊 等等 先去跟他们投说 广告先登 工作单后补 让我请他们所有人事吧 我找过他们了 杜敏秋说不行啊 杜敏秋 谁啊 文运部新来的主编 文运人中一个 是听说他们新来的主编 这么生吗 什么路子啊 打探清楚没有 没有 反正这个人挺较真儿的 可不是嘛 原来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啊 哪次都是给他们打个招呼 先上广告 再不工作单 就是啊 数他事最多 说什么有制度就得遵守 稿子已经排好了 不能动了 全是他说的 人呢 不能够啊 还是你小子没好好求人家 给人跪下了吗 我好好的说了 也车了 我都说尽了 没有 还是没跪下 不是 我跪下不是太跌分了吗 我倒没什么 不是还得顾紧您老人家的面子 不领导 你说咱们头一次跟罗总合作 就晃点人家 你说这 天空飘过五个字 这都不是事 做人还能让尿憋死 你们把明天所有的养残 都给我拿来 文语版不行 咱们就美式版 美式版不行 咱们就辆车版 我就不信了 还搞不到一广告位 这行嘛 你问我呢 你说呢 你说呢 我 我 我 行行行行 赶紧办 来 姐 找我呀 坐这干嘛呀 走 我先吃饭去 不用了 喝点什么 不喝了 什么事啊 昨儿我没回去 爸又生气了吧 我以为什么事呢 咱们外来脾气你不知道吗 气一过回上就好了 就让咱妈受委屈了 沈老师像是受委屈的人嘛 几句话 就把咱爸的威风给灭了 放心啊 能再借我点钱吗 上次借的都还没还呢 主要这次 茉莉的钢琴学费要交了 等刘展宝下个月 富翔菲打过来 我一起还给你 老是问你借钱 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你要是不好意思 你就去找刘展鹏 好想敲他一笔啊 不让人看不起吗 你这不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吗 没事 你要不方便就算了吧 没事 走 我是心疼钱吗 我是心疼你 这有两千 我刚发的奖金 拿着 怎么了 要不够我再给你取点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 谢谢啊 跟我用着那么客气 等我一有钱 马上还给你 不着急 钱在我这儿我马上就花了 放你那儿还能帮我攒着点 想吃什么 我请客 拿我的钱请我吃吧 你可真行 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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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什么 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呀 还那么贵 我刚路过 那个家牛肉面不错 吃面吧 牛肉面 谁能做得过你啊 要是去你家 你做给我吃 我 我家 吃什么呀 想吃我做得不容易啊 下次去爸妈家 做得好的给你吃 姐 你都搬家半年多了 我连你住哪儿都不知道 你觉得合适吗 你今天就带我去看看呗 走吧 走了 你一会儿还上班呢 我都请假了 你带我去 我不告诉爸妈 快走吧啊 走 别闹了 快走 快走快走啊 怪不得你不让我跟妈来看你呢 走 你干吗啊 我不能让你跟莫莉住这儿 去哪儿啊 回家呀 家里有你们住的地儿 我不回去 你就宁肯住这儿你都不回家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第一个婚还要瞒着爸 你到底当不当我们是一家人 有些事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了 你不就是跟爸堵那一口气吗 那口气有那么重要吗 树活一张皮 人活一口气 我以为这种话 只有老姜同志能说得出口呢 爱玩儿告诉你 老姜同志有心脏病 你可别什么都跟他说 行 我不逼你回家 那你跟我去找刘展鹏 他大方地住着小车开着 凭什么让你们俩在这儿受罪啊 我不想再见他 姐 我的亲姐 你能摆在你自己的位置吗 你现在是刘展鹏的债主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 谁离婚 就算不分老公一半家产 也得扒他三层皮呀 你这倒好 这刘展鹏就给你那点钱 就把你给打发了 现在养个孩子多贵呀 那点钱能干吗呀 这刘展鹏你真够行的 还真就不 行了行了你就别说了 我这事不用你管行吗 不行 那你听好了 刘展鹏对我怎么样我真的不在乎 我也不想跟他有一心半点的关系 我现在就想带着茉莉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吃点苦受点罪怎么了 日子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还有啊 我的事千万别告诉爸妈 听见没 我就不明白了 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敞开说的呀 一天能瞒了这个瞒那个 整天提醒刁担的 我真怕我说漏了 行了行了行了啊 好了知道你委屈 知道你不容易啊 姐可以做饭去啊 方便面啊 就算是方便面我也能做出独特的味道 等着 好 好 来 我妈 来